山地 丘陵 平原 由东向西地势一路降低的东莞 在珠江沿岸到达最低处 三千年前 这里还是浅海中的岛群 随着常年的泥沙堆积 和频繁的人类活动 海岛逐渐连成陆地 形成了不同于长江下游的 珠三角水乡地貌 晚上八点 古戏台准时给村民们 带来精神食粮 街头巷尾的宵夜排档 也如约而至 烟火生腾之处 往往是当地物产汇聚的舞台 根据食客喜好 一条鱼被拆解成不同部位 对两毫米厚的鱼片来说 滚开的白粥足以激发最佳风味 火候是料理鱼鲜的关键 水箱人家总能精准拿捏 不需要凝火 仅靠开水就完成加热 加盖 焖 焖二十分钟 鱼肉刚刚断生 停留在最坦润的状态 风管人做鱼的独到心得 不仅源自丰富的淡水资源 更离不开人们的烹饪智慧 鲁鱼 东莞常见水产 腹部上下一厘米厚的鱼肉最肥美 力度由重到轻 均匀递减 经过上百次推杆 鱼肉变成厚度不足一毫米的薄饼 这门手艺平移练了四十年 鱼肉成皮 猪肉做馅 东莞人称为鱼包 只需慢火滚煮五分钟 鱼包外皮尽到弹牙 内馅醇厚多汁 两种食材焦香辉映 回味悠长 水乡的夜幕再次降临 熟悉的声音和味道 再次如约而至 地理物产形成的味觉基因 早已深入血液 无论身处何处 它都深刻地影响着 人们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 清早阿阴收到一份快递 全是妈妈寄的烹饭材料 煲汤用的陈皮 豪齿 做菜的辅料 南乳和粘米粉 赵风音是地道的东莞人 一年前来到北京 一南一北两座城市 相距两千多公里 走在干燥寒冷的大街上 阿阴最清楚家乡的距离 赵风音尝试各种办法 适应北京的生活 然而肠胃依然倔强 母亲最了解女儿的心思 妈妈用枣豆磨成的米粉 口感爽滑是她的最爱 早上习惯了吃长粉之类的 就只能想办法自己做 这天是冬至 阿阴决定邀请北方朋友 感受东莞美食的韵味 窗外是零下二摄氏度的北京 此时的东莞 气温超过23度 与北方不同 冬至在这里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 赵丰音的家乡在东莞北部石龙镇 过去是水路码头 今天是广深铁路必经之地 虽然交通枢纽的身份从未改变 但有些实物仍然只限本镇区流传 比如这道菜 很少有人数得清所有食材的种类 再加入三十度米酒 酒酿 还有猪肝 煎蛋 甚至黄酒 鲜奶 看似脑洞清奇的复杂搭配 需要一种香料统领大局 这位主角就是姜 普通一锅要放六斤姜 甚至很多东莞人都未必体验过这份酣畅淋漓 如果只能推荐一道食龙美食 当属这道咸浅水 赵丰音决定在聚餐中复制这道食物 让朋友们体验一次奇幻的风味之旅 阿姨首先求助更有经验的妈妈 按照母亲的方法一步步操作 赵丰音完成了简化版咸浆水 保险起见 她还特地准备了拿手菜 妈妈寄的南乳是岭南的重要调料 咸香软嫩的鹅肉 被已经融化成沙制的土豆浸润包裹 老火晾汤 鸡肉的风味有足够的时间 与陈皮的爽口清香 豪齿的浓郁咸鲜杂揉释放 与父辈相比 今天的中国年轻人 与故乡和土地的关系 不再那么紧密 然而无论走多远 对乡土的眷恋 总会沉淀在特定的食物中 慢慢发酵 毕竟过于小众 最花精力的咸浆水 还是不出意外地受到冷落 或许 食物就像人生经历 有些故事值得分享 有些只能留给自己 慢慢品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